7月9日吴奇隆马苏底台为新白发魔女传作宣传 现场获大批白发粉丝迎接让两人很是惊诧 近日行进歌王肖敬腾因疯狂粉丝死守家门口而勃然大怒 被问到是否遇到疯狂粉丝时 吴奇隆和马苏淡定分享粉丝的疯狂举动 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会去敲你的房门啊 然后或者是因为像包括我们现在在剧组生活 大概我的前后左右的房间吧应该都是他们住的 所以我只要一开门就会有很多人开门 我每天开工会有很多人在楼下排队跟我说早安 我收工会有很多人在楼下就接你回来说辛苦了 他们会每天都在我的微博跟我留言 然后跟我聊天 等我等我来去跟他们说一声晚安 我觉得其实这都不算觉得很温馨吧 日前知名娱乐爆料人在微博爆料称 吴奇隆与助手乘坐飞机时 应机会嘲售助手没有座位无法登机 应当吴奇隆对着机场工作人员破口大骂 甚至爆粗口影响极其恶劣 今日接受采访时吴奇隆首都回应 我觉得世人难免都会有脾气 而且我是真的一整天那么睡觉 然后就为了这个工作要赶到机场 可是你们错了就算了 但是我觉得处理的方式跟态度是不可以那样的 所以什么问题 无关系因为你自己的开招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都会有 但是我是觉得其实事情是有始有末的 那是怎么开始的 我觉得他们也应该想一想清楚的 近来关于机场的话题不少 看来是有人该反思一下了